那刘备给自己立的这个性格标签是啥呢 人德 这和现在的一些个表面上立深情的人设 背地里边去沾花惹草的这个渣男不一样 那刘备立的人设确实表里如一 但为什么刚才说刘备在立人德的这个人设呢 因为有的时候他故意做一些事 刘备把自己这个人德呀放大了 他会找机会 给拿到众人的面前表现出来让你看 其中最著名的啊就得属这个邪民渡江 当时荆州这个老大刘表嘛 刚刚病逝 曹操兵发荆州 继位刘表的是他这个小儿子刘从 曹操那边刚发兵 他这边就准备了 你就向曹操投降了 你觉得自己的恩威才智比曹操如何呢 万万不如意 这时候刘备正好带着众人寄居在荆州呢 诸葛亮就劝刘备呀 主公 刘表有没有把荆州托付给你 他确实想让我提令荆州 但是我拒绝了 我请刘表以刘其为荆州之主 我会忠心辅助 国人不出国所谓啊 那诸葛亮又说了 曹操大军马上要到了 刘从这又要投降 不取荆州咱们怎么办啊 军事既然料到我和巨领荆州 总该想好下一步方略了吧 当然 放弃心理 退守将下 没想到啊 刘备又不干了 他说 古今城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 荆州老百姓这么信任我 我不能弃他们而去呀 最后 诸葛亮出了个主意 派人在城里边敲锣打鼓 通告 百姓们注意了 庄民平日 随便面对刘时军者 义忠稠将往襄阳 好啊 好啊 拜托们 看得刘时军到襄阳避难了 百姓们快走啊 刘备呢 就派这个关羽 到岸边准备了几百艘船只 以便携民渡江 据说呀 这一行人呢 走到当阳的时候 跟随刘备的老百姓到多少了 十多万能够日行十余礼 刘备 邪民 杜江 除了考虑老百姓的安危之外 咱们说他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首先 刘备 邪民 杜江 这个一举张飞 关羽 这些人看来就觉得 大哥仁义 仗义 其次呢 事实也已经证明了 随着大军撤退的步伐 跟随刘备的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 最后啊 这十万百姓 转换到现在这叫啥呀 流量啊 那流量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宣传哪 这十了万百姓最后四散各地 一传十 十传百 十万传百万 这刘备 仁德之名 那是必将远扬 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 向刘备提议 这得敲锣打鼓 辩告老百姓的原因 在老版的三国演义 大伙看啊 这个电视剧里边 诸葛亮和刘备决定 邪民杜江之后 二人是深深对视良久 可令人辩告百姓 有愿者同趣 不愿者留下 北军事之一 相信哪 导演对这个镜头的安排 也应该是大有深意